这是什么好东西 张冰冰 吴倩在三分野中的吻戏 简直也太余了吧 办公室里 张冰冰一把拉过吴倩 金钱拥抱对视 这引你暧昧的氛围 谁看了能不上头啊 发现吴倩害羞之后 张冰冰直接拽过她 坐在自己腿上 这男友力 简直了 不得不说 这部剧的吻戏 真的很有看头啊 除了办公室吻 还有沙发吻 再加上两人在片场 对戏的讨论 让原版就精彩的吻戏 更上一层楼了 但是拍着拍着 张冰冰就找不到节奏了 亲着亲着就变成小鸡啄米了 吴倩在一旁 直接笑倒在沙发上 等一下 找不到那个节奏呢 从花絮中能够看出来 张冰冰和吴倩关系 还挺不错的 互对那都是经常的事 两人在对系的时候 张冰冰需要给吴倩系围巾 系完之后 却被吴倩无情吐槽 说丑 在另一场花絮中 张冰冰抢过了吴倩的围巾 将给自己系一个比较完美的节 一顿操作下来 吴倩都要看不下去了 于是手把手地交她 另外一种围巾技法 然后这样就套了 这样套了 两个队这样套 对 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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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冰冰和导演 在讨论关于手凉的这个问题 于是张冰冰就脚柔躁作了一下 没想到这一瞬间 被摄影老师记录了下来 这么凉 这么凉 怎么这么凉 这手不能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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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咪咪是在拍一场很温情的戏 张冰冰却口误把月亮说成派阳 浪漫的氛围一下子就消失了 还为这活这么大的太阳 太阳 这么大的太阳 月亮 哈哈 哈哈 我们再玩一个 没有太阳 月亮 还有一场要确定两人关系的戏中 两人的对话就像是小学生斗嘴 张冰冰还直言自己像是个坏人 我看幼稚园的小朋友都比你们成熟 吴倩还非常幽默的说让他自信一点 而且张冰冰是有点好笑在身上的 冰冰是拍他们刷牙的戏粉 差点拍成喜剧片不说 张冰冰还说像是给牙膏打广告 还突发心想的说 最后一个镜头给牙刷 牙刷谢谢牙生第一次当主角 重点是这个 从我们俩边就要 重点是练放 不小心看到两个 除此之外张冰冰的男友力是真的没得说 轻轻松松就把吴倩抱了起来 在安排之前吴倩有点紧张吧 最后还有膝盖去按电梯 留下吴倩坐在她怀里瑟瑟发抖 最后喊话腾讯 能不能赶快把家刚安排上啊 波三停四这种方式 真的很折磨人 你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他们谈恋爱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播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